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蛇矿 而西王母国的先民们发现了这些人实力所包含的蛇矿 他们也将这些从天而降 并且长得很像蛇的生物 奉若神明 并且最后还成为了西王母国最重要的图腾 后来西王母经过不断的研究 发现这些蛇矿里的蛇 不但可以寄生在人体与人类共生 而且这些和人共生过的蛇 还可以记录下共生者生前的记忆 倘若共生者死亡 他们会从这些共生者的尸体里爬出来 通过费洛蒙 将上一代共生者的记忆 传递给下一个共生者 此外西王母还发现了这种蛇具有社会性 虽然这种蛇都是由蛇矿里的原生蛇进化而来 但是进化完成后 会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 它们的社会性就有点像大自然里的蜂巢 第一种形态就是黑毛蛇 这种蛇就是类似攻蜂的角色 虽然个头较小 但数量众多 第二种形态就是锦莽 它们类似蜂群中的蜂王 主要负责交配 这种蛇的体型相对较大 但是数量较少 而第三种形态就是蛇母了 这就和蜂群里的蜂后一样 小说里把这种蛇叫做蛇母 而它们的数量最少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产卵 而为养蛇母和照顾蛇懒的工作 就有这些数量巨大的黑毛蛇来进行 当然这些黑毛蛇还有保卫蛇潮的任务 它们会攻击一切 擅自闯入它们领地的生物 不过 蜥王母国的黑毛蛇 已经被蜥王母改造成了机关蛇 所以这里的机关蛇 也完全继承了黑毛蛇的所有生物特征 此外 蜥王母就像一个生物学家 它不仅改造了黑毛蛇 而且它还做出了人蛇 这些人蛇是和机关蛇共生了人类死亡后 身体被机关蛇所取代 成为了蛇少人参的怪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蜥王母国的壁画上 会出现很多半人半蛇的妖怪形象了 总之 无论是机关蛇还是黑毛蛇 它们都不是蛇 只是长得像蛇的外星生物罢了 蜥王母其实只是最早发现这些外星生物的人 它让蜥王母国的科技术往生物兵器的方面而进化 使得蜥王母国完全依靠这些外星生物的保护 但这反倒让自己国家人类的科学技术落后了 这也是蜥王母国最终被周末王所打败的原因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有喜欢盗墓笔记的观众 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 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评论 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 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